兄弟们啊 我没脸再做一名游戏主播了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我在一群人的围观之下 哭了15分钟 这也让我单喘设施 没错 都是因为我在玩我在七年后等着的这款游戏 不只是我 这个游戏的评论区也是哭声一片 究竟是什么游戏能够让我和这么多大佬爷们哭得稀里哗啦呢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视频开始前 希望大家能够给主播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在这里感谢大家支持 游戏讲的是一名叫村人的四一少年 在他的记忆里只记了一个少女 和一句我在七年后等着你 由于村人想要找回自己丢失的记忆 和那个不知名的少女 于是村人去拜访了妈妈的老朋友一目一声 一目一声接治疗口腔溃疡 为由给村人吃了一个不知名的药 而村人不知道的是这个药正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药 也是从这里这个感恩的故事由此展开 吃完药一目一声告诉村人可以去一家医院去看看 说不定可以找回记忆 在村人前往医院后遇到了很多儿时的小伙伴 遗憾的是儿时的小伙伴 被一种叫做LMD的怪病折磨着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和村人约定的女孩叫葵 在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也是从这里最感人的环节要开始了 这个时候村人记下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记忆 七年前村人和葵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 然后强迫他们喝下了一瓶毒药 而解药呢被放在箱子里 箱子上面是红蓝两个按钮 按错了就会死亡 葵没有任何犹豫的率先按下了按钮 结果发现是错的 于是葵帮助村人按下了正确的按钮 然后把心脏捐给了村人 就这样村人活了下来 但是葵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后来一目一声消除了村人的记忆 这才有了村人寻找葵的剧情 然后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这时候村人回想起了葵的声音 我在七年后等着你 今天是四月一日不正式和葵见面的日子嘛 但是葵早在七年前就已经死了呀 要想见到葵就只能时间跳跃了 但是时间跳跃怎么可能呢 他不知道的是 一目一声给他吃的正好是创约时空的药 一阵白光之后 村人穿越回了七年前 这个时候只要让葵按下正确的按钮 这样两个人都能获救 但是回到过去之后 却发生了一件毛骨鼠狼的事情 再次见到葵村人非常的激动 但是葵却好像什么都知道 决陷心脏 时空创说 包括村人遇到的所有事情 就好像他曾经自己经历过一样 原来葵早就经历过了村人所经历的一切 并且发现我们无论谁喝下解药 另一个人都必然会死去 原来一直都不是村人在解救葵 而是葵在解救村人 村人可能只经历了一次石空创说 但是葵却已经不知道经历多少次了 葵也是倔强的很 他说不管从来多少次 我一定要找到那两个人都活下去的办法 于是葵一次次的回到七年前 寻找解救村人的办法 但是村人不知道的是 这已经是葵第17710次穿越了 就是想找到不让村人消失 两个人都得救的办法 整整17000次石空创说呀 每一次就是七年 加起来就是123977年 正如网友所说 17711次的轮回 123977年 只因要寻找道理 今夕的12万年前 人类尚未进化完成 今夕的12万年后 葵的心 仍未改变 但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内幕了 这种经历了时间 生死的感情 不正是我们向晚的吗 所以兄弟们 我哭了15分钟的事情 只有真正去体验过游戏 并且通关的人才会懂 由于时间的关系 游戏的很多故事 还有很多支线剧情 没有讲到 建议大家可以亲自下载体验 最后喜欢的 可以点击左下角 下载摸摸鱼 搜索 我在七点后等着你 快点体验这款 能够让你脑泪中衡的游戏吧 下载摸鱼